我想請教一下 因為就今天的報告 還有很多委員所關切的 我想要請教主委 就您的看法 你認為美國為什麼要成立退伍軍人事務部 基本上它是維持它預防戰爭的一個作為 那麼它從退伍軍人事務部推動以後 實際上它剛開始的成效不好 那麼他們在照顧退伍軍人這一部分 其實他們是極盡老子 他們去做了很多的作為 但是有一個非常突破性的一個改革 那是在2009年的時候 它從薄金利亞那個州 它推動一個蒙哥馬利大平法案 這個蒙哥馬利大平法案 它鼓勵青年子弟 你服役滿三年 你就可以去免費考大學 同時你就學以後啊 三年內全額的補助你的教育經費 另外每個月還補助你房屋津貼 最高的可以到1000美金 那麼從這個2009年這個蒙哥法利益大平法案 它推動以後 最難能可貴的是它2009年推動 但是它追溯到2001年 所以說在那短暫時間之內也可以看得出來 它在募兵的成效上 據我所知增加了6個百分點 這個6個百分點是讓它退伍金融部 一下子把工作成效做得很好 我想這是一個非常有效的 可以參考的改革作為 所以如果照主委的說法 你認為退伍會應不應該採 退伍會的錢能很大 因為剛剛有提到 美國的募兵制推了17年才成功 就你的看法 其實剛剛蒙哥馬利的法案 其實他做了一個很重要的一個 推迫助欄的一個助力 所以讓他募兵 他的成效很明顯的增長 所以反過來請教主委 今天您擔任退伍會的主委 以你的看法 你認為退伍會該不該採 我跟委員報告 退伍會的潛能很大 我們可以把我們的募兵制度 推動得非常有成果 那我也希望運用這樣一個驗證 我們退伍會我們的功能在哪裡 因為我們就兩個面向來看好了 今天退伍會它最重要存在的意義 其實很重要的一個 就是就業就學就醫就養 我們常常在講的 針對退役的軍人 我們希望能夠做到這樣的照顧 是不是 是 如果把退伍會裁測掉以後 我們原來的人事的經費 我們是人事的部分 還有人事的管理 其實是放在要歸回國防部 假設我們如果把它裁測掉的話 對不對 對 以你認為我們在經過這樣 很多金翠案 金石案 我們現在目前國軍的人力 有沒有辦法在部隊裡面 兼顧到這樣國軍退役以後 他的照顧的能力 非常值得我們顧慮 所以其實就這樣來看 我們覺得其實國防部 因為大家都講說現在 很多業務非常非常的嚴重的缺人 包括我們很多武貨的武器 其實包括我們的假車 要找人開都有困難了 那你現在再把這些業務 歸到國防部 第一 我認為國防部 就像主委講的 國防部要能夠做到這樣子 而且要把它做好 我想有更大的困難 這個很明顯的 另外一個 其實大家最關切的 就認為退伍會做得不夠好的 可能就是我們轉投資失業 可是這個跟退伍會存不存在 其實是兩碼事 因為今天如果我們的轉投資事業 你如果可以讓他經營的更好 因為其實長期以來 我們很多培職退役事關的 就學就養 職業訓練 很多的經費 其實都是來自貴會的事業 對不對 如果他裁測掉以後 這些經費怎麼來 這個是很大的一個困窘 所以其實變成說 我們要好好的去照顧軍人 讓軍人有尊嚴 讓他們可以受到很好的 退役以後的照顧 其實他變成是口號 包括其實我們相信 我們的蔡總統一上來以後 他一直對我們的軍事官兵 一直強化 然後增加他們的信心 也說要給他們的尊嚴 可是如果我們把他原有的 這些應該有的福利 讓他們無後顧之憂的 這樣的一個專責單位 都裁測掉以後 我們要怎麼去說服 我們未來 或者不要說過去 包括我們未來即將要募進來的 軍事官兵 我們要怎麼樣去說服他說 我們國家會好好的照顧你 所以其實我們就今天有一個圖片 今天雖然是一塊本來是一整條魚 你現在把它就醫把它切掉 我們的三家榮院 其實他本身其實做得非常好 在我們的醫療體系裡面 也受到很大的肯定 可是他可以專職的去照顧我們的一些榮民 所謂的榮民就是榮譽國民 我們既然把它當成榮譽國民 我們應該給他更好的一個就醫的機會 所以三家榮院你如果把它切掉了 去歸到衛福部以後誰要來管理這一塊 當然我們用講的都可以講得很好 書面也可以寫得很好 可是事實上他要落實都有困難 包括現在三家榮院對於我們的照顧 我都覺得有很大的疑慮 因為現在我們安養有4844床 養護有2563床 失智有469床 可是我們的專業的護病比 安養是1比200 一個人要照顧200個 養護比是1比20 一個要照顧20個 失智也是一個照顧20個 你今天有專責的機構來照顧這些退役的軍人 農民都有這樣很嚴重的落差的醫護比的時候 護病比的時候 我們怎麼可以奢求你未來退到衛福部 跟大家所有你要納入長照 長照大家都知道現在預算有問題 現在人力有問題 社工有問題 我們醫護人員有問題 我們全部把它納入以後 我們怎麼去說服我們這些軍官弟兄 他們退役以後 他們可以受到很好的醫療照顧 所以還有剛剛那個 還有我們除了醫療的以外 另外還有可能有幾個 還會有所疑慮的就是救養的服務 這個當然你退除給付 剛剛我講的你已經把它挪到國防部 其實它對整體的照顧 其實也沒有幫助 而且反而可能會造成更大的傷害 另外還有一個就學就業的服務 你在軍中要怎麼樣 又要去做專業的訓練 然後在軍中你就要馬上 又有學業 就是可以有去取得證照等等 其實它當然有些項目可以相輔相成 可是跟社會上有些你要在社會上去賺取你未來 在生活上可以有的管道 比如說像我們很多之前有烘焙業啊什麼 這個在軍中有時候它落實都很困難 因為我們現在甚至我們的伙食 甚至可能未來都要委外了 你在裡面其實可以學習的機會相對的減少 我們如果讓它在四年八年十年 甚至更長的時間受專業的軍事訓練 我想其實有時候會讓它其他的學習也會有落差 所以如果把這些通通切割開以後 我們看到的我們認為 其實我們未來募兵可能會更淒慘 你如果要走回回頭路 未來我們沒有辦法募兵達成目標的時候 就是大家很多父母最擔心的走回徵兵的路 所以我們希望這個可以拿出來大家共同的討論 今天在我們的財政的預算上面 其實它也沒有很大的幫助 所以就今天大家 因為已經有提出來了 勢必針對是不是裁測退服會 會有一段時間非常重要的一些大家的看法 還有一些探討 不過我們也希望其實要召開更多的公聽會 讓很多的產官學 因為台灣不比其他的國家 我們要找軍隊跟選舉動員不一樣 選舉動員其實你什麼時候要辦活動 什麼時候要辦造勢 隨便找個遊覽車找人就來了 可以一旦發生戰爭的時候 如果我們的人力不足 今天如果我們的軍事能量 人是最重要的 如果我們連這樣都沒有辦法達到相對的目標 其實我們其他要增加國防 要增加台灣的安全 其實它都是空談 所以在這裡要慎重的提出來 我們也希望退服會其實是一個專責的單位 怎麼樣用你們比較專業的看法提出來 其實本席也認為很多的組織 很多的單位 當然沒有不可替代性 他都可以做改革 可是如果只是純粹為了改變而改變 那就沒有必要 因為很多大家都在講 這個轉投資事業 其實他都是肥貓 可是你如果走了肥貓以後 來了家貓也是一樣 因為他那個位置就是太 大家都覺得他就是肥肉啊 你今天沒有辦法轉移 大家對他的認同感的時候 他是誰去都一樣 你的能力不夠好 這個退服會要檢討 你的經費運用的不夠恰當 沒有花在刀口上 或者你運用的人不是人才 讓大家詬病的 這些都是退服會應該要深切檢討的 我們希望有更好的優秀的人才去管理 然後把我們轉投資事業做得更好 因為我們為什麼 美國為什麼沒有轉投資事業 因為他的預算可以編得足啊 我常常在講 因為美國其實他們對軍人的敬重 跟我們是天差地別 他們搭飛機如果有空位的時候 大家在排隊是讓軍人優先去搭頭等艙 台灣可以做得到嗎 你今天我們有很多的照顧 我們講了很多 我們光是要提高一些薪水 大家都覺得有很大的疑慮的情況之下 我們台灣能夠做多少 如果沒有一個專責的單位 他能夠照顧到多少 可以做得多好 這個都是要受到更大的檢驗 我們希望大家所質疑的 轉投資的事業 不管是天然氣 因為他是特許事業 當初就是為了照顧這些農民 畢竟他們雖然都一直凋零 可是曾經有很多人為台海的和平穩定發展 付出過他們的生命 付出他們的家庭 其實這樣政府的照顧如果說有所折扣 其實我相信很難讓大家為我們台灣的安全 為我們所有國人的生命來做付出 今天我們時間的關係 先就部分希望可以提出來做探討 那未來還有很多的面向可以討論的 不管在他存在的價值跟意義 我想特普會可以提出更周全的看法 謝謝 謝謝維陽 我們會照這個方向努力的 謝謝 謝謝